民主党人要求公布完整穆勒报告的最后期限已过 但报告并未公布 你看看以前每一位独立检察官和特别检察官的案件 他们在一两天内就交出了整个报告 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严重打破了先例 这是站不住脚的 穆勒的报告长达400页 但目前只有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撰写的一份4页摘要公布于众 特朗普此前曾表示 他不反对公布这份报告 但周二情况似乎有所改变 我将依靠司法部长来做决定 但我要告诉你 给他们任何东西永远都不够好 你可以给他们更多他们见过的文件 但这永远不够好 所以我认为这有点浪费时间 这只是非常低级别的政治 特朗普将此次行动视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 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的个人攻击 我们将坚持要求拿出整个报告 我们不要巴尔的版本 也不要被严重涂黑的副本 司法部长没有理由不寻求法庭的许可 来披露大陪审团的所有材料 这些材料可能是报告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有水门事件的先例 最终我们不会允许总统精心挑选的司法部长 来反对这起调查妨碍司法公正的案件 从而掩盖穆勒报告的调查结果 民主共和两党都说是否公布报告 要看怎么做对美国公众最为有利 他们在2016年失败了 他们失败是因为 他们试图让所有美国人相信一些 我们都知道是虚假的事情 即总统与俄罗斯勾结 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现在也是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失败 在某个时候 他们必须决定 自己是否应像其他美国人那样往前走 民主党人说透明度是关键 如果报告被推迟公布或严重修改 就不可能保证透明 我不愿意认为司法部长采取拖延战术 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众对报告内容的担忧 会逐渐消失 在这个问题上 他有更多的时间来编辑 可能相关的材料 这些材料应该提供给国会和公众 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 有权在周三投票后使用传票 他还呼吁巴尔立即在国会作证 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报道 这些材料应该提供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